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Titus 我是Chris 我們繼續討論言論自由的問題 剛才也說了差不多,我馬上想到的是什麼? 我們香港人有時為了表達自己的訴求都挺出名的 都挺聰明的,我想起另外一個事件是什麼? 南韓有一個歌手叫I. You,非常出名的 他有香港的歌迷會 上個月23日他在南韓首都首爾開演唱會 很多人送花牌給他的 香港的歌迷會也送了一個花牌 但是藏頭詩就藏起了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 就在四句詩那裡 這樣就很出名,很聰明 那些南韓人一看, somehow就已經看到 其實這句詩裡面都有些東西 當然啦,在網上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 大家都說,我們只是想表達訴求 我們都不期望I. You會有什麼回應 事實上他到現在都沒有對香港的事 是沒有任何回應的,贊成反對都沒有 當然他公司需要在不同地方賺錢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我不知道 但是他也沒有贊成,也沒有反對 其實我們看回那個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我們剛剛說到 是不是要道歉,言論自由的界線 但其實我想看到另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學生,或者中國的公眾 無論是Growth的大學生 或者是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的中學生 又或者是在日本或者韓國那些中國的網民 是用訴諸暴力打人下三寸那種方式 或者硬硬油紅之炮之類 這些方式去表達他自己的觀點 訴諸暴力 其實我想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是不是代表了他們理據不足 他們可能會覺得這樣是一個很愛國的行為 但是其實背後看到就是說 中國支援的這些利益 那個理據其實很不夠 甚至很明顯就是說 是為了自私的理由去保護這些理念 抱歉 說不定就用暴力威嚇 或者用金錢暗口 叫你離開,要你退出Super Junior 什麼類似的東西 其實你覺得怎樣 其實你剛才舉了四個例子 其實四個例子都各有不同的 首先第一,第二個就是這個Super Junior 和我的英雄學院 中國很多網民很不喜歡 就依靜不看或者不再光顫 他們是完全有自由去這樣做的 如果你的偶像的政治取態 不是,你不適合聽 你是有權罷賣他的唱片 他家的1980多年的珍藏 你就弄壞他 劃花,弄壞他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 香港網民都做過完全一模一樣的事情 有人打爛咸明倫的唱片 是的,他們是完全有權這樣做的 是的,沒錯 你打爛咸明倫是你的私人財產 是的 我的理解 即使不再生效中英聯合聲明 都沒有法例規定 不讓別人打爛咸明倫的唱片 不論這位歌星姓譚,姓魏,姓張,姓紅,姓黃,姓藍 沒有限制的 所以針對SJ和我的英雄學院 你的顧客就是你的老闆 這樣就不能用言論自由 阻止別人不光顧 你開店有人不光顧 天公地道 此緣決定道歉就是純粹因為不想割裁員 其實就是純粹 而且這件事就是多一些主觀的看法 就是你作為一個明星 基本上你的功能就是令到喜歡你的人開心 除非你現在探人開心之餘 你要打架劫舍 不然這樣 不過說真的 另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還未說過 藝術其實也是政治 沒錯 在某程度上 你用藝術也是在表達一個政治立場 有些例如 流行音樂、流行文化 他們以賺錢為目的 他們想哄人開心為目的 不是錯 我們也不會期望 對方會就香港問題作出任何的 他們是藝人 不是政治立場 不是政治立場 但是那個選擇其實是在歌星或歌星背後的公司手上的 沒錯 的而且確 當然如果你真的發現到你的藝術是有一個力量 用它來表達政治 好像艾未味一樣 這是一個很高尚的行為 沒錯 或者如果你南韓的例子就是最常見的就是金二勝 金二勝直接用他的Instagram幫香港打氣 甚至你可不可以說他是不是真的鼓勵別人暴力 其實他不是很暴力 他在金二勝的Instagram上經常見到的是 有些人蓋著眼睛 其實就是一個圓形 因為香港有很多年輕人被警方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打盲 所以其實他用這種方式去表達對香港民眾的支持 當然金二勝他沒有那麼多顧忌 他通常在電視劇都是一些異善的角色 但是是一些很深刻的異善角色 即是沒有了他不行的那種 所以他其實是的確沒有那麼多顧忌 顧忌就個個都不同 事實上也沒有一條法律去保證任何藝人會 因為他的政治取態或表態而免列於任何這些災難 這就是頭那兩個例子 接著第三、第四就比較難搞些 譬如說連龍場我們都聽過不少例子 就是撕走人家的東西 甚至加拿大列治民都試過 你唸我唸我唸你何必撕走人家 我又很難說撕走人家是犯法 你唸你唸我唸我唸 這場也沒有說過不給人家 台灣的情況就是撕走連龍場的人會被拘捕 以破壞罪形式來入罪 之後還會驅逐他們出境 這種情況在外國包括加拿大在內很多地方比較少 是這樣的執法法 這也是事實 我覺得這是一個例子 台灣的情況就是 因為基於大家都理解的事情 他打得完就不如就索身極嚴一些 始終中共現心想台灣是一個敵人 其實是 我講回第三、第四個例子 就是Universal of Guelph 以及列治民中學 這些都是你的政治取態 你又不可以說人家這樣做非常之不對 你將這件事衍生對別人家的家庭 大家很不得閒 除此也沒有什麼好說 有塗上紅色已是國威 紅色這個顏色可以比例很多 你認為紅色是你的國威 紅色也可以比例很多 這件事其實也不需要很執著地討論下去 反而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第四點 第一 這是中學十年級 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科上解釋 解釋和促進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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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 推廣 是有分別的 他以一個學術 或者是做功課的角度 去研究一下 為何香港人這麼憤怒 你做功課研究這件事 不代表你見知別人這樣做 我研究聖經的舊東西 是否代表我教學的屋子 要像舊的聖經一樣 在學校中很多東西不用做 這就是牽涉到一些學術自由 西方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你不可以由此而言論 你不讓人家研究 人家研究還研究 人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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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班學校做功課 老師問你 為何在香港現在是這樣的 你同意 你給予你的意見 總之你的意見有理有句 你同意又好 不同意又好 可以拿出來研究討論 甚至辯論 那就不用打人家 上串下串 所以昨天這些基本上 第一就是百分百的暴力 又好像有一點 快樂圈 我覺得實在並不需要 快樂圈 快樂圈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向他們解釋香港的問題 例如和家人 我們大家都聽過 就是不少 我想你和我身邊都有不少朋友 就是因為家裡有些藍絲 例如你和他解釋 他和你斷絕關係 斷六親那種感覺 你說那個是你朋友 斷六親就斷六親 沒所謂的 多個朋友不多 少個朋友不少 但如果那個是你爸媽 又或者是你兄弟姐妹的時候 這件事是很無謂的 老實實 你會覺得 應該怎樣和他們說 會好些呢 第一 別人不肯聽 你不能監 這件事 先不要說我們節目 我們自己的黃 藍 事實上 我自己覺得太深黃 或者太深藍 其實都很不健康 其實我們一個禮拜一次 不要說時事評論 留意一下時事 我們自己的開放心 是很重要的 雖然自己是一隻色 但你也要聽聽對方那隻色 想的事情 因為沒有人會扮成一百對 尤其是現代社會 每一個人都接觸他的新聞 都一定是有些疑惑 我身邊都有很多不同色的長輩 直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因為不同色 而跟任何一個人罵過 也都印象 沒有跟別人割席 好像沒有跟別人過我 或跟別人過我 好像沒有 唯獨是 有時經過這些討論 令我發覺 原來這個人是這樣的 這就是另一回事 這件事 並不是因為他不同色 而令他反變 而是經過不同色的討論 令大家加深了這個人 原來是這樣的 那你就會 咦? 我是不是應該重新認識一下你呢? 甚至可不可以道長說 我和你聊天 我發覺你和我是同一隻色 but for a totally wrong set of reasons 我都會發覺 咦? 我和你雖然是同一隻色 但我現在認識了你的為人 我發覺 我是不是都要想想 你不應該再和你交我下去呢? 那就是 我剛才的這種論點 我就比較少聽到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有時真的太深色 或者太萌麻一邊的話 對自己和身邊的人都不好 包括說真的 有很多時候 正如我昨天都和人吃飯的時候 我都提過一個問題 其實我想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香港 我個人 或者至少我個人 我不知道你 其實現在都不只是香港 因為這些事情 在全球每個地方都發生著 其實一方面 其實這是一個道德 一個道德問題 這不是單純的問題 因為 多多一點 我都提到 法、情理 我們中國人傳統 怎麼都要提到 人性良知 對 就是那個良知的問題 所以有些事情 其實是不能退讓的 的確 這個 在某個角度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大家都知道 社交媒體的社交媒體的限制 當你是一個藍絲 假如 當你是一個藍絲 你上Facebook的時候 你按摩的都是跟藍絲有關的網頁 或者一些文章的時候 他就會繼續餵你一些 是親藍絲的文章 或者網頁 於是就更進一步 加深你對藍絲的信仰 這個是社交媒體的nature 這個nature是一個限制 黃絲其實也是一樣的 同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需要 哪怕是笑他也好 都需要看一些藍絲的東西 其實最主要是明白 他們的邏輯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在遊說他們那方面 能夠比較容易掌握 在某個程度上 當然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在這個情況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回頭 就是品牌效應問題 我們剛才提及過一會兒 但其實我們都看到 在香港這個事件上 中共政府是面臨一個所謂品牌效應問題 因為其實他說的東西 無論你在聽的是 林鄭月娥的記者會 或是習近平的評論 其實全部都是 他們都否定了 或者是否定了 忽視了一些現實 然後是想當然地說 香港大部分人都支持我們 其實你看到就是 這個就是為什麼 中國品牌效應 是一個品牌效應出現危機的原因 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你看到 他們根本上是不聽他們說 老實說一句 我們就算真的叫做黃絲 我們是不會不聽理據的 如果你說藍絲 你有個理據的話 你用不需要打人上七吋下七吋 老實說一句 你只是告訴我們 當然會有一個風險 風險就是 讓我們反駁體無怨夫 理論上 可能有人會因為我們的反駁 而令到覺得 不信 但老實說一句 討論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明明社會是這樣 對 明明社會是這樣 基本上就是 大家互相討論 然後大家找到一個真實的理據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沒有人掌握真理的弱視 所以我們其實是共同探究真理 那我當然會騙錯一些現實 這就是討論的原因 如果你是因為討論你說不定 數銅銅反台的話 其實也意味著一件事 你的理據不多足夠 或者有些說中文有句話叫老修成路 對不起 這些討論的事 就不是為了顧念一些人的面子 或者尊嚴而設 如果你不受得不跟別人說 那你就不要跟別人說 對 對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做過少許後思考 我們今次去倫敦 話說北約70周年紀念 北約各成員國就聚養倫敦 慶祝70周年 又有會議 又有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主持的走會 走會呢 法國總統馬克龍遲到 於是英國首相約翰遜問他 這是你遲到的原因 為什麼說他遲到呢 因為其實他之前跟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開記者會 川普長期講了40分鐘 不知道哪位跟川普開記者會 馬克龍 馬克龍 對 跟川普開記者會 共同記者會 川普說話說得多了一點 於是40分鐘說了 說他記者會說得太長了 於是荷蘭首相Mark Wood就笑了 就是假新聞來的 你知道假新聞 這個是Donald Trump口頭禪 指針對他的媒體 其實荷蘭首相這樣說 就有少少潤Donald Trump 就是這樣 不過也不足夠我們總理杜魯多 總理杜魯多 杜習天或者譯族 Justin Tudor 潤得很厲害 他說什麼呢 I just watch his team's draw drop to the floor 佐伯之下落落 drop to the floor 或者應該這麼說 木丁口外 当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是我们难以置信的 我们就会怎样 托罪 托罪到桌上 就是托罪的意思 托罪得很重要 结果特朗普一路之下 他原本之后还会有一个记者会 他说不开了 回美国了 当然还没回美国之前 他跟德国总理莫克尔 有一个双边会谈的时候 他就回应杜鲁多笑他 他就说他是两面的 对着笑琪的在外面就笑我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花边挺有趣的 不过我想大家都应该要问一个问题 首先 先下罪己照 我们自己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自己总理 所以 Justin Tudor 其实这个笑话 其实这个笑话 是否适合呢 其实始终 尤其是2001年的今天 周围都有手机 周围都有拨鸡 你的一言一行 是否都会承认 别人都会看到呢 如果 如果我做政府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也遵守一个 遵守一个 我想我觉得 我认为我托天先生 都会更加认识的 他那个说话 的也许对他自己 和他对川普 坦白说 在公关上 也没有好处 实在是没有好处 你要给大家一种意思 可以有很多 得体的方法 不要被人觉得 更何况 讲回背景 其实那个酒会 当然是公开的 媒体 他没有所有媒体走出去拍 但是他有一个所谓 一个媒体搜集 就有一个 通常在加拿大的情况 我们有三个电视台 有CBC CTV 有Global 但是有时太多摄影机 在一些政府活动不方便 所以他们有一个媒体搜集 这样 谁拍呢 他们轮流三个 他们全部 就给不钱 大家每人夹钱 就放在一个公团里 然后每次有一个媒体 的时候 他们派出一名摄影师 今次CBC 下次到CTV 再下一次就是高宝 如此类推 拍完就是大家分享 对 然后拍了 然后放在一个公团里 大家一起用 尤其在原首出国旅行 出国访问的时候 都特意会这样做 或者一些外国原首来访问加拿大 他不方便所有媒体都出现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做的 这种情况 因为我自己采访过 所以我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样的运作 在那个酒会里面 就是一个公团摄影师 他拍来 然后放在公团里 全世界都用的 全媒体都用的 他刚好 就把那三个人说话 四个人 然后那些人 当然声音都相当大 很难听到 可能有些口型专家 就看到 很坏不坏 马克龙说的东西 没什么可以看到 因为马克龙背着镜头 但是约翰逊和Justin Tudor 就对着镜头 还有马克兰 荷兰手上 所以他们说的东西 就全世界都看到了 用口型专家就看到了 所以就坏了 这个就是杜鲁多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特朗普的问题 为什么呢 特朗普又有些坏的 老实说 他就喜欢记者会超长 还要很多废话 被人说 被人这样说 以一个相同的例子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都试过击杀一个恐怖分子领袖 Al Qaeda的首脑奥兰兰兰 他后来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事 他只是用了9分钟 整个记者会说的事只有9分钟 特朗普宣布击杀Diash的首脑 Al Baghdadi 即是伊斯兰国 他这个记者会用了45分钟 我知道 其实我也上网看过 这个Jimmy Fallon 他在美国有一个很多人看的talk show 将两段记者会的妓女抽出来比对 大家就会知道 奥巴马就是presidential 川普就有点像大胆的肩膨胀 又或者某些村长 或者黑社会大佬的语气 来跟你说话 你打击他 你不会像平时探人家 探人家的语气 就是这样的语气很过瘾 很难想像一个全国大国的总统 会用这样的语气来跟你说话 当然你喜欢用45分钟去宣布 Al Baghdadi被你打死 然后你说应该是我的公职 或者不是我的公职 都是不知什么 一大堆的脑袋 这个绝对是你的自由 老实讲一句 我对那个言论本身 我不会有任何评论 除了我会觉得 我没什么时间看完你 都是这样的 中央联合声明没有硬性规定 没有干涉美国的内政 更加没有规定 美国这方面的记者 不能够有45分钟不长 是的 所以大家 我觉得这件事你自己想 但其实我想 对于元首来说 他自己在公众方面的观感 我想是需要他自己考虑 因为特朗普明年都竞选 虽然民调不是很可靠 但现在很明显看到 民调无论民主党送什么人上台 都会赢特朗普的 都起码10%的 虽然正如我一再强调 民调不一定准确 亦都有人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去支持特朗普 但由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也觉得特朗普近年 其实是正确了很多一些思想 一些思想在以前是被视为习惯的 例如禁止移民 又或者甚至某些人是低等中 限制 对前所未有这么高的限度去审批移民 又或者甚至某些非洲国家是A-hole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你知道有时他说话 是真的不太出街 因为是颇为异动不异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可解释 因为基本上已经是 我会这样说是一个时代的特色 其实说到这里 可以对我们2019年 《利地新闻》的一个消息的总结 因为都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集 我们10月会放假 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 尤其是我们去年转了新台 前年去年 当然都很开心 刘先生收到我们 我们有一个新的台 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众群 和大家见面 我自己第一次和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以及今篇以时事新闻来说 达到很多香港人都想象不到很高度 不论香港以至国际也是 我自己都觉得眼花联络 而且我以为已经很夸张 隔几个礼拜 哇 这样也可以 所以都是这样的 在特定时代就会出现一些特定的人物 究竟在时势做英雄或英雄做时势 这个谈论永远都会继续下去 正如Chris刚才所说的 我们接着会放假四个星期 因为Chris和我都要外游 我要探亲之类 我会回溫哥华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溫哥华见我的话 麻烦视讯 我是有兴趣的 至于这四个星期我们用什么填塞呢 留意我们的桌上 我们是有东西会填塞的 所以这四个星期不是完全剩下的 好了 这一节的离地新闻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礼拜的讨论有进一步意见 可以在Facebook搜尋 LAYDAYNEWS LAYDAYNEWS 一个字 就找到我们的桌上了 我们这个节目每逢星期四 香港时间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 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五点半到六点半 我们现在东令时间了 by the way 在城寨网上直播 详情可以到星斋.hk查询 这期离地新闻的2019年12月4日 多伦多时间晚上八点 即是香港时间12月5日早上九点录影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